對新冠病毒的研究又有新的進展 英國衛生專家日前 在英國變異病毒株的樣本中 發現一種新突變 這種新突變可能會幫助病毒 躲避人體免疫系統的攻擊 讓疫苗的效果大打折 英國公共衛生部的報告指出 英國變種病毒株出現 十一起E484K突變病例 這項突變在南非和巴西變種病毒 也有出現 專家擔心E484K突變 可能會幫助病毒躲過人體免疫系統攻擊 導致疫苗的藥效降低 甚至有可能讓患者二次感染 即便目前對於病毒突變研究 還有許多未知 在疫苗的研究卻傳來捷報 去年8月 俄羅斯獨步全球 批准自家疫苗史普尼克V 最新的英國醫學期刊《刺歌真上》 刊登了臨床試驗數據 顯示疫苗效果不比歐美疫苗遜色 也緩解了外界的疑慮 這項數據的公布也有助於 史普尼克V疫苗在巴西 可以提早進入第三階段的人體試驗 如果獲得巴西政府的緊急使用授權 藥廠估計從4月開始生產 5月產量能達800萬劑 可供巴西和鄰國使用 至於牛津大學公布的臨床數據顯示 與阿斯特杰利康藥廠研發的疫苗 接種者在注射第一劑後 三個月內在人體可產生76%的保護力 若第二劑注射時間拉長到三個月後 防護力可提升到82% 不過受測者年齡多半為65歲以下 對年長者恐怕不適用 為了確保疫苗抵達之後 施打流程順暢 韓國從3號開始連續三天在全國展開模擬演習 結合國防和醫療系統對於疫苗的配送和冷鏈儲存進行測試 確保過程不會有任何差錯 不過到目前為止 韓國的疫苗接種計畫日期還沒有確定 公視新聞王伯仁編譯